美国和德国药厂联手研发的新冠疫苗最新临床测试取得良好成效 让全球为之振奋 虽然科学家和医疗专家普遍对新药物一律重重 但他们也抱持乐观态度 认为疫苗疗效高达九成 证明人类距离终结新冠大流行的日子并不远 不过即便疫苗真的面世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就是贫困和发展中国家 很可能因为低温冷藏管理系统有限 而无法妥善保存疫苗 来听听专家们分析解说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爆发至今快一年了 似乎没有缓解的迹象 而且很可能在秋冬季反扑蔓延 就在各国专家为疫苗研发伤脑筋之际 美国药厂辉瑞以及合作伙伴 德国生物技术公司宣布 携手研发的核酸RNA疫苗 已经对43,500人进行了测试 取得的疗效数据分析远比预期还要好 有效率也比食品药物监督管理局所设的50%更高 达到90% 而且还没有严重副作用 顿时让人看见一道救命曙光 虽然这项好消息来得正是时候 以应付当前疫情所需 但专家认为 科研人员追踪疫苗志愿者的时间太过短 因此药效究竟能够持续多久 安全与否 以及会不会引起副作用或其他不适症状 根本很难预料 他们 told us how many people they've put it into and they told us that they think it's 90% effective they're going to have to show us who what sort of people they've put it into what sort of people they've injected into what tests they've done and what the results of those tests were so there'll be quite a big wodge of data that will come out from them hopefully in time and they'll need to make that available 因而要顺利完成这项试剂使命 庞大的运输配送规模和保存方式 则是另一项兼具挑战 因为药厂业者表明 疫苗必须冷藏在零下20到零下80摄氏度 而一般运输的标准温度 介于2到8摄氏度 再来就算疫苗安全送抵 也得进行严苛温度控制 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完善的低温冷藏管理系统 多强大的疫苗也等同虚无 而这对供电能力不足的贫困国家来说是致命伤 无论如何 辉瑞预料会在这个月内 向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申请紧急使用权 药厂预计今年内可以向全球供应5000万剂疫苗 在这边是主导人之前的 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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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